好,我们现在讲 Green Serum 这是我们Line Integral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应该最重要的一个定理 他说的是我们一个Line Integral 可以变成一个Double Integral 就是可以把一个曲线积分变成一个二传积分 那么我们曲线积分里面 我们Line Integral 曲线积分里面我们不是有方向吗 就是这个相量形式的曲线积分 它有方向 从左边到右边和从右边到左边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首先给出这个Orientation的一个定义 那么一个positive orientation 对一个closed的Curve来说 它是CountClockwise 这个是我们如果是一个曲线 它是一个B曲线的话 那么我们说它的方向是逆时针方向 它的正向 它的正向是逆时针方向 我们是从CountClockwise 我们是认为它的方向 不然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Orientation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对一个区域来说 对区域来说 它的边界曲线的它的正向是什么呢 我们 我们跟这个差不多 如果区域边界是在这 那我们我们沿着区域边界走的话 那我们区域的内部在我们左手边 就是我们 这个 interior Origin Origin 在我们的 左手边 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是我们这样子定义 当然我们头柜要朝上的 这是这个边界 可以看这是地面 然后我们我们沿着这个 可以看是地面 我们沿着这个边界走的话 把我们区域的边界在我们左手边 那么如果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是一条曲线围成了的 如果中间有洞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它的边界就有两部分 边界有两部分 那么对于这条边界 它应该是这个方向 而对于这个边界 它应该是这个方向 因为你要沿着它走的话 那么它区域边界应该在你左手边 那问题是 对作为区域的边界来说的话 外面这条曲线 它的边界 它跟曲线本身的这个定向是一致的 但是里面这个 它们曲线本身的定向应该是 Countclockwise 但是作为区域的边界 它是反向的 所以积分的话 它就应该是反过来的 这是我们 Green Serum Green Serum要用到的东西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Green Serum Green Serum它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 如果一个区域 它是有分段光滑的曲线所围成 我们 Let Let 而我们用D来表示吧 用D来表示吧 Let D 是一个Regular的 ClosedRegion ClosedRegion 然后就这样子来 然后就这样子来 L是由分段光滑的曲线组成 L是由分段光滑的曲线组成 不相自交的啊 就自己没有自己跟自己没有交点 自己跟自己没有交点 当然说是Closed Curve 当然说是Closed Curve 当然也是Positive 我们要注意啊 这是Positive Oriented Positive Positive Oriented 是正向的 With Respect Oriented 而且我们说F1 如果F等于F1XYI加上F2XYG G It's Differentiable 或者说是Smooth It's Differentiable 也就是它的分量都是可以求到的 那么就有这样的有这样的结论 这个在这个区域边界这个L上的FDR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在L上F1 F1 这是F1XYDX加上F2XYDY 它可以写成在这个区域地上的积分 偏F2 偏X 减去偏F1 偏Y 然后 D A 那我们看 这是一个曲线积分 这是一个二重积分 那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那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几个点 一个是定向 也就是Positive Oriented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 好 第一个它是定向 是正的定向 第二个 我们这个函数本身 这个Vector本身应该是Differentiable 就是Differentiable 然后曲线的定向是正向定向 这两个都应该要满足 如果不是定向 不是正向的话 我们就要变符号 如果不是Differentiable 那我们就不能直接用 那我们来证明 我们用第二个式子来证明 用第二个式子来证明 就是我们要用的是 这个形式的 也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形式来证明 因为我们二重积分都是DXDY 好 我们先假设 区域边 例如说区域的边界是这种样子 很简单的样子 那么我们 我们把这个分开 这是X是AB 最大的X是AB 我们把这曲线分成上下两半部分 我们分成上下两部分 上面这个是Y等于GX 下面这个是Y等于FX 那我们看一下 按照曲线定向的意思 那就是这样子走 这样子走 它是Count Clockwise 那我们先看 我们先把它分成两段 这是L1 这是L2 那么L上面的积分 FDR是等于我们是L1上面的积分 加上在L2上面的积分 那我们先看 我们可以写成是这是L1上面的积分 F1XYDX加上F2XYDY 再加上在L2上面的F1XYDX加上F2XYDY 我们就考虑F1的这个积分 我们先看L1上面的积分 F1XYDX 我们先看这一段 那我们看一下L1上面的积分是 我们用我们这个积分的这个直接积分的这个Line Integral的定义 我们直接来算 那么L1上面的积分应该是X从A到B 因为它们都是Y等于FX 我们讲过用如果说这个在最开始讲这个曲线积分的时候 讲这个向量形式的曲线积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知道如果说这个曲线用Y等于FX 这种方式来定义的话 给出的是 曲线用这种方式给出来的话 那我们的做法是把Y换成X 那么在L1上 Y是从 Y是等于FX 然后DX 这是在L1 那么L2上面的 L2上面 因为我们方向是从 右边到左边 所以它的下限是B 上限是A 这是F1 那么F2 这是X 这是GX 好 DX 那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可以把它交换一下 把第二个积分交换一下顺序 就变成F 从A到B 那么就是F1 X FX 减去F2 X G 好 整个DX 那么这个我们相当于是固定了X Y做变化 这是固定了X Y做变化 那我们可以把它 因为GX始终大于FX的嘛 所以我们把上下限我们换一换 就变成负的什么呢 F F1 这是F1 这前面这个是F1 好 这是F1 好 这是F1 好 这是F1 这也是F1 好 那么负的F F1 这是X GX 减去F1 X F F D X 那么相当于是呢 相当于是这是Y的上限和Y的下限 那我们回过头去 我们知道A到B F D X 这是等于F X 这是A到B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Fundament theorem 那当然这个实际上就经常我们把它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等于FB-FA 就是这样的一个积分呢 FB-FA就是这个积分 那么这相当于是什么呢 FB-FA FB-FA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积分的形式 因为只是Y的上限和下限相减 那么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们相当于是它本身是一个积分 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负的 写成负的偏F1 偏Y 好 在X和Y 我们把Y的上下限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G X 这是F X 然后D X 是不是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不是 这里 这里还不是 对 还没有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写成F1 X Y 那么Y在上下限带进去 相当于是 相当于整个方括号里面这一块 就是 就是 我们是上限减下限 那我们 这个上限减下限 那就是我们用Fundament Theorem 它就是一个积分 那所以它是关于Y的积分 是关于Y的积分 也就是说 Y是从F X 那么我们把负号贴到前面去 然后里面的 外面的积分是X 这是偏F1 偏Y 那我们同样的话 那我们同样的话 我们在L1 F2 X Y DX 加上L2 F2 X D 这是Dy Dy 它实际上是等于 这个我们可以写成是负的 在这个区域D上积分 偏F1 偏Y D A 因为这D YDX就是D A 那么类似的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是 在区域D上的积分 偏F2 偏X D A 那么这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这种的话 我们分成左右两半部分 同样的分成左右两半部分来证明 那么这个是X等于H H H Y 这是等于X等于 G Y 这种方式来证明 它因为它的方向也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方向是这样子 但是 那么第一部分 啊 第一部分这是从上到下 所以我们可以L1上面是 例如说Y Y是从C到D吧 Y是从C到D 啊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因为是从上到下 Y是 因为它是从上到下 所以Y的下限和上限 Y的下限 那么L1 这个叫做L1 这个叫做L2 在L1上面就是从D到C 然后是F2 然后是X是G Y 然后这个是Y 然后D Y 那再加上L2上是从C到D 那么F2 这是 H Y 和Y 然后D Y 那么同样的方式 让我们发现 这一部分是正的 这一部分你交换过来就是负的了 就变成C到D 这是F2 H Y Y 减去F2 这是G Y Y 然后是D Y 那就可以写成是C到D 然后是G Y到H Y 偏F1 偏X DX 来DY 所以是 在区域D上的积分 偏F1 偏X 然后DA 好 这是我们在一个B区线上我们是这样积分 那么我们 如果说是 如果说它是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可以分成几块区域来证明 那例如说我们在这一块是这样子证明 这一块可以做这样子证明 关于X的话 好 这里还可以分成两段 分成几段 每一段上都可以用它的证明 用同样的方式来证明 如果说是更一般的 另外一个 是 inal case 我们是 Divide D D intoSimpleCase SimpleCases 上面这种叫SimpleCases SimpleCase 这种叫SimpleCase 就是区域是这种情况的 好 那这是我们格林公式的 这个定理叙述和证明 那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因为格林公式一定是 一定是closed的 我们要记得 它一定是最closed的这个曲线 我们才有才有意义 就是才能直接用 我们来计算这样的一个积分 这个LFDR F是什么呢 F是等于X-Y的立方 I 加上Y的立方加上X的立方 这是G L L 是我们说passecute orranked Boundary curve Over the quarter disk 四分之一的远 X平方加上V平方 小于等于A的平方 大于等于0 X是大于等于0 Y是大于等于0 那么画出来 它X和Y都是大于0 那所以是这一块区域 但它是小于A的话 它边界是这样子的 边界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区域是D 那我们 因为F是Differentiable 在整个R平面上它都是Differentiable 所以我们直接 就因为这个边界又是Piecewise Smooth 所以我们直接是FDR 我们直接可以写成这是R在区域D上的积分 偏F2偏X减去偏F1偏Y 然后DA 那我们看偏F2偏X这是等于3X平方 而偏F1偏Y是等于-3Y平方 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呢 在这区域D上的积分 3X平方加上3Y平方 然后DA 那么这又是圆的一部分 那我们用 这是圆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用极坐标 用Polar Coordinates 就变成什么呢 θ是从0到2分之π 我们知道这是θ是从0到2分之π 而0这是最小的θ 2分之π在Y轴上 那么R是从0 最小的R是在圆电处是0 最大的是A 那么3倍 X平方加Y平方是R平方 然后再乘上R DRDθ 所以结果是 我们不用D了 那我们直接积分 这是0到2分之π 这是3R的地方 所以是4分之3R的4次方 从0到A 然后Dθ 4分之3A的4次方 再乘上2分之π 所以是等于8分之3πA的4次方 这是我们格林公式 直接应用的话 只能应用在这个B曲线里面 那么我们 这一部分 我们先讲到这 那如果说 我们更多的应用 我们在下一个 下一个课里面讲 好的 谢谢